Hello大家好 我是Gary 那冬天来了 窗户周围的一些缝隙需要 我们来填补一下 不然的话热涨冷缩它会越来越大 就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那这次视频的话我们来使用到内部的 那我们所用的材料就是这个Cock 叫做 连合计 又叫做填缝计 你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它的说明书上一定要写的是颜色 你要选好相对的颜色 还有 它是不是作用于windowaround 或者是它是不是只能是用于室内 或者只能用于室外 还是两者皆可 你都要好好看它的描述 那第一步你要把窗台周围的缝隙全都擦干净 把它的灰 还一些尘埃全部都擦干净 留一个非常干净整洁干燥的一个表面 那之后的话在这个缝隙的两边贴个一丝取的一个工程 胶布是为了防止 粘合激动的到处都是 就当你熟练之后你这个胶布就不用再贴了 因为到时候怕初学者的话到处乱挤 因为掌握不好那个力 那个填充器的杠的那个力度的话 它就会 调的到处都是 那咱们就先用这个胶布把它弄开 然后再用剪刀把填充器的这个口 给剪下来 一定要剪一个斜面 因为到时候你 去涂 涂的时候会沿着一个corner在涂 一个斜面的话会更好的 冲进去 它这个cock的那个价格的话 差不多都是三四五六刀左右 然后这个枪的话 大概价格是在8到9 对然后沿着这个两个墙的一个缝隙 稍微均匀的把这个 冲剂给填在缝隙的上面 就力道的话一定要适中 然后非常均匀的涂抹 然后再用手指 食指的话就轻轻的把它刮走就行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道要轻轻的 然后保持整个平面的一个平滑 接着就把这个胶带撕掉就OK 那这样子的话 边缘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凸起的一些状况 那到时候你用餐心纸 把它尽情的抚平 就OK 但是记住 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快 不然的话这个剂干燥之后 就会再用这个餐心纸去擦的话 就会变成一小粒一小粒的了 就一定要快 它才会更好的贴合它之前那个表面 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经验的 或者你第一个窗户可能弄得不好 那第二个窗户的话 你就完全可以不用脚步 去帮助 就像这样子就保持力道 缓缓的往下移 这样子去弄它 然后两边的话都不需要交代了 现在 然后再用你的手 食指缓缓的拉下来 就一定要非常平凡 你不要在那些被挤出来的部分 到时候你用这个餐心纸 把它擦掉就行 唯一要注意就是你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 不然的话 你擦的过程中的话会留下 很粗糙的一个表面 然后不要去碰它 大概静置一个晚上的话就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个视频的话 我们会讲怎么去更换外部的一个脚条 其实都差不多 对缝隙的田中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防止漏雨 然后帮助房子保温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